分不清楚英语词性吗? 两支笔教会你 名词就是事物的名称 这个事物的名称是笔 那么笔,pen就是一个名词 形容词是修饰名词的 什么样的笔 好看的笔 那么好看的,beautiful 它就是一个形容词 动词,动词是动作 做什么 用笔去写字 那么写就是动词 副词是动作发生的方式 我写字怎么写 慢慢的写 那这个慢慢的,slowly就是一个副词 数词表示数量 这里有几支笔呢? 两支笔 那这个两支to就是数词 代词是事物的代替 两支笔我们可以用他们来代替 他们是漂亮的笔 他们,they就是代词 贯词要放在名词的前面 a and the就是贯词 借词表示方位,地点 笔在哪里? 在我的手里 那么这个在 in就是一个戒词 连词表示连接 这支笔和这支笔 那么这个和and就是一个连词 学会了吗? 赶紧点赞收藏吧 让我们下期待 拜拜 谢谢大家